大家好,我是德国知识 我在德国科隆 今天我在家做这个视频 因为外面下雨了 也现在协地 因为前几天我们这里热浪吸气 特别热 有一天39度 另外一天40度 确实真的特别热 当时我都想装空调了 但是说了这个空调 我就说了这个话题 德国是不能随便安空调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你住了出租 那你肯定得经过方程同意 假如你是业主 你也不能随便 你别人认为是你自己的房子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可能 你想就是德国的是这样 凡是一栋楼的话 你是不能随便改变它的外观 如果你要稍微改变 你一定要经过所有业主大会的同意 你才能做 有一个人反对你就不可能 所以你别认为你是你自己的房子 你打个洞 打个外机 然后里面装个空调 不舒服啊 不行 假如你不实现同意 但是你做了 那怎么办 有人反对 那你还是他反对你 你不想把它弄回原样 怎么办 走法庭 走法庭你肯定会输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之前 在德国一定要想一想 能不能做 不能够是把中国那套搬到德国了不行的啊 好 如果你是出租屋的话 一定要经过房东同意 我认为房东很难同意你 因为他毕竟还要经过其他房的业主的同意 他才能够同意你 所以很烦 另外即使你得到许可了或是你是独动的房子 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么你还要请人这方面 因为德国一般来说是没有空调的 本来一年就没有热多少天 好像我认为很正常就一年超过三十度 气温是十天到两个礼拜是正常的 然后热过那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热的时候是白天可能三十度 但是晚上一般还难超过二十度 即使我们前两天三十九四十度的话 晚上夜间好像超过二十二十几度 二十二三度吧 反正还能够睡觉 晚上伸很电风扇就可以了 好了 而我说的就是说因为确实这空调你要预约 可能他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才能帮你安装 那么按照德国夏天的常态 我们都知道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就要穿羽绒服了差不多 所以啊就是说黄花菜的黄了 倒是 啊反正装空的这件事情 我确定还是放弃吧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独动房子的话 言归正传吧 今天我的话题是十个 最适合华人居住的德国城市 不管是扎根留学还是工作在德国 我们都想找一个适合于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想大多数的华人 来到德国可能都会居住在城市里头 下面这些城市只是我本人的意见 大家只是做参考 并不是说答案就这样 我认为如果你经常玩房于中德两国之间最好找一个地方有直达中国航班的机场 如果没有机场你一定能够通过德国的火车最长两个小时时间到达出境一个机场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关于空调我还想补充一点 空调其实本身买在德国可能是六七百欧元就是那种分体式的空调 但是装机费非常昂贵 一千三百四十九欧元 想想看 一千三百四十九欧元装机费就超过一万块钱了 但是买空调本身就六七百欧元 你想想看值不值得 好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 第十个最适合华人居住的德国城市是德瑞斯顿 德瑞斯顿位于一北河畔 我们都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性 一北河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一条河 德瑞斯顿是德国艺术和文化的中心 博物馆 剧院 还有教堂都非常有名 附近有个著名的旅游圣地叫萨克森小瑞士 那里的风景是非常漂亮 所以我把它放在top number 10 下个是第九 number 9 弗莱堡 大家注意德国有两个弗莱堡 东德有个 西德有个 我今天说的是西北这个 他是离瑞士边境非常近 然后离法国斯特拉斯堡也非常近 就是他在其实离瑞士法国都很近 他是在黑森林的脚下 非常漂亮一个小城 这个小城人口大概有20多万 在德国属于中等吧 中等偏小一点 20多万人 他的城中间有一条非常小的小溪 婉然地流过 非常非常漂亮 有点像童话那种感觉 而且他是个大学城 总体来说 这个城市跟非常祥和的气氛 非常漂亮 离瑞士巴塞尔机场特别近 然后离瑞士特拉斯堡也很近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宜居的城市 第八个最适合华人居住的德国城市 海德堡 No.8 海德堡 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 这个城市本身 它老城区非常漂亮 保持得非常完美 很有中世纪那种风格 漂亮的内卡河穿承而过 河流两边 它那种古典式的建筑点缀期间 非常漂亮 如果你到海德堡 有一种时光导流的感觉 就像回到中世纪的 欧洲某一个小城市 非常祥和 然后在海德堡内卡河 老城区的对面的岸上 那边山上有一个叫 哲学家小径 从哲学家小径往这边看古城 非常的漂亮 哦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 就是海德堡那个桥 有座很古老的桥 和布拉格那个桥是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所以你看它的风格非常像 海德堡不仅有很多中小的企业 也有一些著名的国际的企业 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械 海德堡水泥 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 好像光学 这种手术方圆 S光的那个好像也是在海德堡发明的吧 本来就是海德堡它历生悠久 然后文化 科学都很发达 所以我认为海德堡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 另外呢 它离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也不远 坐火车好像一个小时左右吧 所以我把它放在No.8 很适合人居 也适合养老 所以如果大家有钱 有米的话可以考虑在那里安家落户 第七No.7 柏林 柏林是现在德国统一之后 德国的首都 统一之前呢 柏林是分成两部分的 大家可能听说过柏林墙 柏林墙就是从 柏兰登堡门 那里就有德国的标志 原东德的政府 建了一道墙 把东柏林和西柏林把它分开了 西柏林呢 属于西德 就是统一前的联邦德国 东德柏林就属于东德 就是社会主义的德国 西柏林原来像座孤岛 它的周围全是东德的领土 所以当时有所谓的空中桥梁的说法 好了就是柏林一点历史 柏林是德国第一大的城市 它大概是340到350万人口左右 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城市 前几年 原柏林市长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 所以就显示这个城市是比较包容 因为那些选民 能够把一个公开同性恋者 选成它的市长 表明了 它这个城市总体的范围是比较包容的 比较开放的 这个市长有一次他解嘲的说 他说我们非常贫穷 但是我们非常性感 用德句就是说 We are in arms, are sexy 这已经很好的说明 柏林其实是一个很贫穷的城市 这个城市因为没有工业 服务业也不是特别发达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城市的收入比较低 失业率比较高 只有以清廉人为主 移民比较多 听说有很多艺术家 扎队在那里 所以总体来说 柏林是一个左派 比较左派的城市 原来前十多年的时候 柏林的房价非常低 后来因为利息比较低 就有欧洲的利息比较低 所以国际大的潮家都跑来柏林潮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个国家首都 一般来说各方面都比较发达 然后房地产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你们可以看到巴黎 伦敦 北京 这些城市都一样 柏林当时真的是一个意外 他的房价非常低 所以国际的潮家都蜂拥而至 把这几年把柏林房价炒得不成样子 疯涨 应该是仅次于 在德国是仅次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 第三个估计就是柏林了 他的房价 柏林现在正在建一个国际机场 已经建了大概十来年了 一直没有完工 可能是一个也会成一个万烂尾楼 这个德国是一个耻辱了 有点跟斯图加特的 有点跟斯图加特的2121就21世纪的意思 但那个就是斯图加特的火车站 他要改建要扩建 所以也变成一个庞大的工程 然后呢飞龙越来越飞涨 造成了现在有点烂尾的意思 反正就是德国这些年来对大的项目管理 也见识了真的很不尽人意 拖漆无限 所以德国人就感到他们的国耻一样 这也说明了德国本身有很多的问题 我在另一个视频已经说到了 我的这个也不重复了 柏林是我见过最没有首都气派的一个首都了 贫穷没有首都亚 还没有 据我所知 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航班是直达中国 就是海南航空的 从柏林到北京的航班 都没有其他的航班 所以这对我们中国来说很不方便 正因为所谓这些原因 所以我只能把德国的首都柏林 放在第七 而不是放在第一 下面第六 No.6汉堡 汉堡是一个海滨城市 它的人口大概是150到160万 这样是德国第二大城市 有海的地方就比较开阔 比较开放 所以我认为 汉堡是一个比较开放 比较包容的城市 据我所知 汉堡有非常多中国的企业在那里投资 很多都是物流运输的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在那里生活工作 其实还是不错的选择 它也有飞往中国 好像它也有飞往中国的直达航班 虽然没有法兰克福 多塞多福那么多 应该是有 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宜居的城市 对于我来说不那么好 因为我不太喜欢北方北风的天气 相对来说没有德国拿部的城市的天气好 如果是我选择 我是选择比较南方一点的城市 第五 No.5 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这个城市 如果光讲名字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说奔驰 保时捷 还有博士 这三个特别是奔驰 99%的中国人都知道 奔驰 汽车 对吧 对的 是奔驰呢 就是在斯图加特 它的总部也在斯图加特 在斯图加特呢 有一个车厂 两个 应该有两三个车厂 我在斯图加特念书的时候 我就在奔驰打过工 他们付的工资还是挺高的 我们假期的时候打工 付的工资应该是要比今天的学生工 再多学生工还要高 我记得我当时可能平均一个小时 大概有100人民币左右 那是20多年前了 斯图加特及周边拥有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刚才我说的是奔驰 保时捷 这两家非常有名的汽车 保时捷呢 是高档汽车的品牌 然后是博士 它是个电子类的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它好像它身上的马达也是比较有名的 它特别是还有的马达 另外 斯图加特离法兰克福 瑞士 法国都不远 因此啊 从就业和生活来说 我认为斯图加特是一个不错的城市 当地的人 他们的民族叫斯瓦本人 斯瓦本人的民族性格 非常像我们中国人的性格 非常像 他们非常有节俭 然后呢有计划 当地有句俗语叫做 就是干活干活 然后盖房 也就是说 努力干活存钱 存了钱之后有钱之后就盖房 就这个性格 所以我说跟中国非常像 他们非常接近 现在我们讲到第四 No.4 科隆 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 也是德国唯一超过一百万人口的第四个 它就是刚刚是一百万人口 可能一百万多一点点 科隆呢 它在莱茵河畔 这个莱茵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 莱茵河呢 流过这个城市 从莱茵河的对面 往这边看大脚堂 还有它老城区非常漂亮 大脚堂就是科隆地标了 我果菜可能大家都知道 虽然目前还没有 十大国内的航班 但是科隆 它本身有个国际机场 另外呢 它离杜塞多夫 还有法兰克福都非常近 离杜塞多夫 大概是半个小时 离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是50分钟坐高铁 所以非常近 非常方便 科隆机场本身 它有很多国际航班 所以出行也非常方便 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科隆是一个 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 另外科隆 因为它外来人口也比较多 所以整个城市比较多元 也比较包容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 在科隆这个地方住 我们这城市有几个 规模还算蛮大的 那个华人超市 或是中国人开的超市 所以平时 如果你有个中国位 你又能做饭还是比较合适 可以买到几乎国内 平时日常家常 你做的菜 所买到食材 还有配料都可以买到 我也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 我感觉没有跟国内有特别大的区别 好了 那么现在讲完科隆 就讲到 No.3 第三个是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交通枢纽 它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机场 有非常多的国际航班 有到达我们国内各个城市的直达的航线 所以从交通来说 法兰克福是德国空运的交通最方便的地方 法兰克福的金融业非常发达 这个欧洲央行的总部就在法兰克福 由于英国的脱欧 所以伦敦很多金融业的位置都搬到法兰克福来 导致法兰克福对房地产的需求大增 所以导致了前几年 法兰克福的房价疯涨 真的是涨疯了一样 好了 那我们讲完法兰克福 我们就讲到No.2 第二杜塞多福 杜塞多福 我们有些中国可能不知道 其实它在德国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 早些年是非常多日本的 后来是韩国在那里投资 因为中国海外扩张之后 投资增加 所以很多就也扎堆到杜塞多福 现在形成的杜塞多福 是全德国东亚人最多一个城市 对我们特别是亚洲人是比较包容 因为我们亚洲人都是来投资的 都不是难民 所以他们对亚洲人是特别特别的好 另外 杜塞多福的机场是非常繁忙的 它应该是仅次于法兰克福 慕尼黑就在杜塞多福了 伯利都说不上 它有直达国内的航线 比如说国内的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都有 还有到香港的航线 所以交通来说非常方便 另外杜塞多福离科隆很近 还有离荷兰很近 离比利时都很近 所以从各方面来说 它交通枢纽非常发达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 我认为它从各方面来说 对我们华人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依据的城市 所以我放在第二 最后我们说到最后一个城市是 No.1 慕尼黑 人口140-150万左右 比汉堡稍微少一点点 是德国第三大城市 它也是巴法利亚州的首府 慕尼黑地处欧洲腹地 它有一个非常繁忙的空港 然后离阿比斯山很近 离瑞士也非常近 离奥地利也非常近 所以它的交通要四通八达 非常的方便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另外它城市非常优美 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叫英国花园 德语叫English Garden 这个英国花园是慕尼黑休闲的 第一个去处 那里的草地非常优美 然后河水又非常干净 很凉 夏天也非常冷 但是你晒得很热的时候 你去河里游泳 其实很爽的 我听说有很多中国人 或是亚洲人他们很好奇 带着相机去那里散步 然后偷偷拍照 运能力是德国最大的 最有名的天体渔厂 慕尼黑工业非常发达 我们都知道德国的宝马汽车 宝马的总部 还有它的厂都在慕尼黑和它的周边 当然它周围还有很多中小企业了 还有出版媒体这方面也比较发达 所以在那里可以提供比较多的工作机会 如果你是喝啤酒 那就是你的天堂了 巴法利亚人特别喜欢喝啤酒 慕尼黑有个著名的啤酒节 叫Octoberfest 10月啤酒节的意思 好了 那我总计一下 从各方面来说 从交通 人文环境 生活质量 工作机会 各方面来说 我认为慕尼黑 当时无愧是德国的No.1 当然有缺点 唯一的确认它的房价超高 它是德国房价最高的地方 要比比如说法兰克福、柏林、柯隆 这些要高出大概三到四成以上吧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 比如说在慕尼黑周边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Augsburg Augsburg Ingerstadt 还有纽伦堡 非常不错 柯隆附近的波湾就圆西德首都也是很不错的 另外 东德的莱比西 这等等这些城市都是很不错的城市 只是不能入选到我心中的top ten而已 其他都还不错 所以如果没有说到 你们不要伤心 好了 最后祝大家在德国过得愉快 工作愉快 学习顺利 OK 拜拜 我们下回见